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蜀兔 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原住民 体态娇小 身材浑原 是许多高原肉食动物的口粮 人颂外号高原大米饭 想要在高原生存 狡兔三窟是不够的 蜀兔的洞穴进出口多达五六个 一旦遭遇危险 可以立刻躲进最近的洞穴中 这窝蜀兔最近有点闹心 刚清静两天挖好了洞穴 家门口就多出个来者不善的邻居 藏狐 藏狐擅长从背后偷袭 一击致命 面对凶猛的天敌 没有与之对抗的体格 就要学会逃命的技巧 属兔必须为自己寻找哨兵 同样食草的藏原灵成为了最佳选择 棕熊出现了 藏原灵势力极佳 远远地看到棕熊立刻开启奔跑模式 这就像是吹响的警戒哨 属兔也会在第一时间扭头躲回洞穴 属兔的洞穴可以深入地下50多厘米 直达涌动层 但这个深度对于善于翻掘洞穴的棕熊来说 不算难题 壮士的熊掌 粗钝的爪子 再加上一身蛮力 有时候棕熊对于挖洞太过执着 完全忽略了趁乱逃窜的属兔 棕熊一天能吃掉十多只属兔 正是有了充足的过冬储备 来年春天 高原的草场上 棕熊家族又增添了下一代 属兔的数量是草原退化的风向标 被属兔挖掘的土壤 就像海绵一样更容易储存水分 会让小草长得更茂盛 但也因为属兔优越的打动能力 一旦数量过多 脆弱的高原草场有可能遭到破坏 属兔和他的天敌邻居们 在自然界中各司其职 用各自的生存智慧 维持着高原生态系统 微妙的平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